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徐州马某南驾驶的车辆驶入非机动车道至一死七伤 2023年8月发生在江苏省徐州市区的这起交通肇事案 曾引起社会关注 马某南被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 案件的后续调查却出人意料 马某南称 案发时自己脑袋突然嗡的一声 然后一片空白丧失了意识 一名目击者称 看到马某南案发前双手和头都趴在方向盘上 尽管精神检查未发现异常 马某南最终被司法鉴定为 案发时处于意识丧失状态 辨认控制能力丧失 评定为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 死伤者家属质疑 前述司法鉴定 对马某南所称的 曾跳声晕倒后检查 多年偏头疼缺乏证据 以及未提及马某南现场穿白色拖鞋 撞人后又加速等 这种鉴定意见是错误的 应予以推翻 经死伤者方面申请 警方已另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 目前正进行重新鉴定 2024年3月19日 马某南拒绝了澎湃新闻的采访 死者家属向澎湃新闻表示 他们只想要一个能让人信服的事实 以告慰亡者 肇事车驶入非机动车道 撞了五辆电动自行车 2023年8月2日19时时分 一辆绿色宝马 迷你汽车从徐州市和平路 左转进苏滴路 由北向南行驶 沿左侧车道行驶几十米后 小汽车穿过右侧车道 驶入非机动车道 该过程车速较慢 不久后 宝马迷你右侧刮僧路牙时 随后开始加速 很快撞上第一辆电动车 接下来宝马迷你速度越来越快 前后供碰撞五辆电动自行车 撞上路口安全岛上的 信号登陆杆才停下来 后来的事故认定书显示 该事故至一死七伤 其中 死者乘坐的电动车 在被碰失控后 撞上了一辆公交车 当时的一则现场视频显示 穿蓝色工装的女子 躺着一动不动 脑袋旁地上有血 同穿蓝色工装的一名男子 站在旁边 边痛哭边打电话催促救援 一名脸部有血的女子 套着安全岛石柱 离她不远处 躺着一个孩子 赵氏的绿色宝马 迷你汽车前部已撞烂 下车的赵氏女司机 穿着一双白色无根鞋 前述穿蓝色工装的女子 便是46岁的死者赵某学 赵某学在银行工作 当时 她乘坐同事的电动车 正一起回单位送材料 事件报告显示 其左枕部6厘米 乘1厘米错裂伤口 深达颅骨 可见颅骨骨折 太惨了 公销车司机 陆某平直言 这起事故 给她造成了阴影 事发当晚 徐州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通报称 初步排除酒驾 独驾嫌嫌疑 据江苏怀工车辆检测 研究院有限公司司法监定所 2023年8月4日 作出的两份司法监定意见书 赵氏小汽车失发前 安全技术状况未见异常 由和平路左转进入苏滴路的 平均速度 约为34千米每小时 碰撞第一辆电动车前的 平均速度 约为52千米每小时 碰撞第二辆电动车前的 平均速度 约为64千米每小时 2023年8月16日 徐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全山大队 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马某男驾驶机动车 驶入非机动车岛 操作不当 未能确保安全驾驶 是形成事故的原因 事故中 张某文 高某熙 高某航 赵某学 有未带安全头盔的行为 张某二 载着12岁女儿高某熙 7岁儿子高某航 邹某浩 载着赵某学 有违规在人行为 不是该事故发生的原因 孟某 严某 陆某平 无交通违法行为 认定书显示 马某男负全部责任 马某男及其家属 均提出复合申请 马某男家属称 马某男符合突发 无法预防疾病的特征 马某男称 其他当事人有骑车带人 不带头盔的行为 也有过错 不认可自己驾驶中 有操作不当的行为 2023年9月13日 徐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复合后 维持原结论 被鉴定为案发时 意识丧失 2023年8月8日 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 受理了全山交警大队的委托 对涉嫌交通肇事案的 马某男作案时的精神状态 及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鉴定 5个月后 2024年1月16日 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作出结论 为马某男案发时处于意识丧失状态 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书 鉴定意见书显示 马某男1982年出生 中专文化 经营甜品店 既往无精神科就诊时 无重大躯体疾病史 2023年8月3日 案发4日 马某男接受审查称 案发当日18点30分许 自己开车回家 从和平路左转弯进入苏迪路后 我的脑袋突然嗡的一声 然后大脑突然一片空白 但是我依稀记得 我踩了一脚刹车 可是车子也没有完全停下来 之后的事情 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2023年8月4日 急接受审查称 事故发生前身体难受 是指感觉心慌 头晕 很快就没有意识了 谈及身体状况 马某男称 2022年疫情居家期间 在屋外跳绳时 曾晕倒 当时也是没有意识了 后脑勺上摔了一个包 被二楼邻居叫醒 后去体检中心检查 未发现异常 鉴定意见书 旁证材料部分显示 目击证人张某说 小汽车向飞机动车道 慢慢靠过来 差点挤到他 他就回头看了一眼 当时他的双手和头 都趴在方向盘上 他车回头到小汽车 左侧驾驶室旁 刚想排车门 问问什么情况 结果这辆车没停 仅靠路牙时 继续行驶了 马某男母亲说 只记得2021年4月 驻 鉴定意见书 原文如此 女儿跳绳时 发生过一次晕倒 邻居穆某某称 自己家住二楼 马某男家住一楼 2022年具体月份日记 想不起来了 当时他在阳台 听到楼下扑通一声 看到马某男倒在地上 手里拿着跳绳 大约有一分钟 马某男自己起来 摸了下头就回家了 鉴定意见书 精神检查部分显示 马某男神智清楚 接触合作 情感适切 问答切题 口齿清晰 对问题的分析 理解正确 思维形式和内容 未见明显异常 生活 学习及工作 均能正常完成 马某男称自己有偏头疼 三缸四年 偶尔会疼一次 有时几个月不疼 有时一个月疼二至三次 头痛严重时 会恶心 呕吐 会吃止痛药 有时疼得不严重 几个小时就好了 心脏方面 有痘性心律不齐 和心动过缓 心脏彩超 检查正常 马某男称 曾两次晕过去 表现一样 没有抽筋 没有小便失禁 也没有受伤 马某男自称有17年驾龄 开车习惯好 17年未出过保险 连违章都极少 2015年迄今 有11次交通违法记录 其中8次 为2015年发生 最严重的事故 是自己倒车时 不小心撞到柱子上 鉴定意见书称 经精神检查 未发现 马某男精神异常表现 辅助检查方面 脑电图未见异常 致侧 IQ96 艾森克个性测验 性格属中间型 未见明显精神之特征 未见明显神经之特征 未见明显掩饰倾向 最终 鉴定意见书称 现有材料综合分析 马某男案发时 处于意识丧失状态 辨认 控制能力丧失 平定为作案时 无形式责任能力 白色无根鞋 成为网友讨论焦点 警方重新鉴定 案发时 意识丧失的鉴定出来后 马某男被取保 赵某学的家属说 死伤者的家属们 不服前述鉴定意见书 申请重新鉴定 家属们质疑 马某男的字述 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没有经过查实 如 对跳绳晕倒的说法 马某男母亲 陈述是2021年4月 马某男和邻居陈述是2022年 且没有马某男 因跳绳晕倒后 去医院检查的证据 此外 跳绳是剧烈运动 而开车相对安静 两者环境条件不同 3月19日 马某男邻居 穆某某的妻子 向澎湃新闻表示 穆某某和马某男的母亲 曾是银行同事 但都已退休多年 他以人格保证 丈夫说的是真的 事发后 有网友对马某男 穿着的白色无根鞋 提出质疑 死伤者家属们指出 该情况被鉴定人忽视 目击证人张某称 马某男趴在方向盘上 但具体是干什么 他也不知道 是否与拖鞋有关 赵某学的家属称 警方说 据马某男讲 他穿着白色拖鞋上车后 右脚换了鞋 事发后 又将右脚的鞋 换成白色拖鞋 后来才下车 不过 公交车司机陆某平 告诉彭泰新闻 事发后 他曾看到赵氏小汽车 副驾驶脚踏处 有一双黑色女士高跟鞋 鞋根有四五厘米高 还有一些白色文件 从一则现场视频的角度看 事发后 赵氏小汽车所 又前门开着 还未下车的马某男 他在驾驶室中控上 副驾驶脚踏处 有弹出的白色气囊 气囊上压着一个单肩包 未见有鞋 气囊下是否有鞋 无法确定 对此 陆某平称 因为时间太久 记忆已经有些模糊 他称 自己做过两次笔录 警方均未问到鞋的问题 所以 他也没有讲 事发路段摄像头不少 现场目击者很多 死伤者家属认为 应该可以查清 案发时 马某男在车中的情况 以及案发后 是否曾换鞋 他们指出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 鉴定人应当审查 提供鉴定证据的完整性 真实性 如果鉴定证据不完整 不真实 可以拒绝鉴定 从鉴定意见书可以看出 有些关键证据 如跳声晕倒的证据 多年偏头疼证据 有关脱鞋的证据 撞人后又加速的情节等 鉴定人未提及 3月19日 赵某学的家属告诉澎湃新闻 警方此前表示 3月20日会带马某男 到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 重新鉴定 被改变的 被改变的人生 案发后 公交车司机陆某平报警 然后按流程 拍了几张公交车照片 他称 案发后约5分钟 他去看了坐在车里的马某男 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懊悔 赵某学家属说 在律师陪同下 他们曾看到三段视频 主要是赵氏小汽车 拐进苏滴路的 还有一段很短的赵氏小汽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记录仪视频显示 当时赵氏小汽车已在飞机动车道上 差点撞到张某 张某骑着电动自行车 绕到车左侧 张着嘴感觉要骂人一样 接着 小汽车加速撞到第一辆电动车 此后 撞到孟某等人电动车的片段没有 然后是撞到载着两个孩子的张某二 接着视频就结束了 行车记录仪视频没有声音 没看到赵某学被撞实的视频 他们也感到不解 因为是排行老妖的四女儿 赵某学一家四口和父母一起生活 平日晚十九时 父母已做好饭菜等他回来 案发后 赵某学82岁的父亲 三天滴水未尽 为寻求真相 老人强忍悲痛 在案发现场来回测量 结合视频 汇出事故图 案发时 赵某学的女儿13岁 儿子6岁 2024年除夕夜 女儿给赵某学微信留言 妈妈新春快乐 让全家人落泪 原本幸福的家散了 案发时 在这赵某学的邹某号 对澎湃新闻说 她的伤已经痊愈 但事故给她留下很深的阴影 回想起那些画面 她仍无法面对 事故重伤的最重的 是那对被载着的姐弟 赵某学家属说 赵氏小汽车行车记录一视频显示 一个孩子被撞后 飞到前挡风玻璃上 玻璃裂成猪网状 澎湃新闻联系到 这对姐弟的父亲 其表示不便接受采访 32岁的孟某 被诊断为 颈部脊髓损伤 抵三腹腱骨折 创伤性珠网膜下枪出鞋等 其头部损伤 抵三骨折 均被鉴定为轻杀二级 我妹骑的电动车 车把被撞得扭在了一起 如果扎进身体 后果不堪设想 孟某的姐姐对澎湃新闻说 妹妹出院后 因后遗症 一直无法上班 她还在康复 因为无法久坐 需要躺着 情绪也很不稳定 澎湃新闻多次致电办案警员 电话均无人接听 3月19日 马某男向澎湃新闻证实 事故将进行重新鉴定 对事故细节 马某男连说四句 我不想跟你聊后 关上了房门 有人劝我们 早点处理好放下 赵某学家属 向澎湃新闻表示 他们只想要一个 能让人信服的事实告慰王者 作为亲人 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 员 能够拥前